大家好我是Gun 大家在你们的laptop啊还是什么啊 你们看到有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不要紧张 你很简单的 你就是按F1 and then run setup 不过呢 通常 我是没有用啦 我只是exit 然后discharge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是会 直接 进到你们的main page 就是yamain啊 啊你就是你手 你的 你的 啊 你的电脑的那个页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 他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的电脑里头 还有一个 啊电池 啊那个热气的电池呢已经 已经 没有电了 那么你只需要 可能你只需要把那个电池换掉 好 在你的CPU 那个CPU这里 或者可能是在你的这个荧幕这里 好 那么就是 这样子而已 但是长远之际呢还是把那个电池换掉啦 那么 他就可能不会有刚才那个问题出现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再见 大家好 我是干 大家在 你们的laptop啊还是什么 你们看到有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不要紧张 也很简单的 也就是 按F1 然后 按Setup 不过呢 通常 我是没有用啦 我只是Exit 然后 Discharge 好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是 会 直接 进到你们的 面对错 就是 也没了 你就是你手 你的 你的 你的电脑的那个 也没 为什么会有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 他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的电脑里头 他有一个 电池 然后那个热气的电池 已经 已经 没有电了 那么 你只需要 可能你只需要 把那个电池换掉 在你的CPU 那个CPU这里 或者可能是在你的 这个 这个 螢幕这里 好 那么就是 这样子而已 但是 长眼之近了 还是把它给电池换掉啦 那么 他就可能 不会有 刚才那个问题出现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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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爸爸